我想 雙方這次會談的目的 我相信民眾黨也會同意 就是我們希望在這次大選中能夠合作 讓貪腐無能 獨霸輕微權的民進黨政府下台 我要強調 會談的過程中 我們這一幫不見主席 採取完全開放的態度 希望能夠充分交換意見 彼此討論政治價值理念相近的地方 並且尋求共識 克主席跟黃總幹事都曾公開表示 雙方要合作 政治價值理念的契合 跟治國政策的相近最重要 克主席公開提出七大政見主張 其中我們有許多相近的地方 但有幾項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黃總幹事曾在媒體上引用論語說 君子和不同 小人同而不合 我非常贊成 但這句話裡面的和 和平的和 最主要就是彼此要充分包容 要尊重對方的獨特性 我剛才來之前看到了 總幹事今天在早上發布的臉書 我真的要很誠懇的跟黃總幹事講 請您不要多心 千萬不要多心 我們一定會持最大的善意 用最誠懇的態度來進行溝通 我想黃總幹事總幹跟我會談的時候 這知道我講的絕對是真心話 我們希望 這次的會談能夠和諧順利 大家對於不同的意見 要能夠耐心的傾聽 而且包容 兩黨政治的理念及主張 本來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那這就是這次會談的目的 我們大家坐下來 好好地討論來磨合 希望能夠取得共識 對於民眾黨提出的 辯論跟民調主張 我們今天已經有 準備我方的方案 待會可以進一步地討論 最後我要再一次地強調 我們相信雙方最在乎的是 這一次大選的結果 我們是否能夠合作 改變台灣未來的進行 讓台灣能夠遠離戰勝 人民安心樂業 多數民期待 國民黨跟民眾黨能夠整合成功 大家一起攜手合作 爭取2020大選的勝利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辜負他們的支持和希望 謝謝大家 我想團結台灣聯合政府 是柯文哲主席的主張 這個主張我們提出來很久了 而且這次我們講的 不是個人或政黨的利益 而是整體增加的解放 雙方可能在政黨裡面 都有自己的壓力 還有自己的立場 我們也希望 不管有什麼狀況 今天抱著柯文哲主席 給我們的指示 先存善念 經理而為 也就是我們會抱持最大的善意 還有最大的彈性 來達成我們盡量能夠商討出一個 大家都可以對於國人同胞 還有我們自己雙方的支持者 都可以接受理解的結果 當然相信數字 相信科學 這是台灣民眾黨一貫的立場 也就是說在野的合作 它不只是兩個政黨而已 而是要整合台灣民眾最大的期待 台灣有65%的民眾希望政黨人體 所以我們今天的任務非常重大 我們今天不是來聊天 也不是來大拜拜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回應台灣 這樣廣大多數的民意 另外我們也希望這個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我們會盡量爭取時效 不會浪費時間 因為接下去的血污的時程都非常緊 所以我們也相信 我們大家都不會浪費時間 也不會故意的拖延 最後 台灣民眾黨有三個原則 在會前我都已經跟菁英執行長做過說明 公開透明 公共辯論 還有公正的民調 是我們台灣民眾黨 從之前到現在 也就是從10月初開始 我們就提出的方案 因為藍白河的聲量已經從大半年了 但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法 既然如此 所以台灣民眾黨提出了具體的方法 而這個方法提出來之後 也得到國民黨的善意的回憶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進展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今天我們的會議一定會有會議紀錄 而且一定會上網公告 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跟國民黨的代表 一起來討論將來的在野整合的方案 我們希望這一場的選舉 不是一場離合的遊戲 我們希望未來多年後 大家想到這一天 你我都不會後悔 謝謝 我可以叫他們 你為什麼會對 goin 你為什麼已經拿下去了 你為什麼又放這一點 因為你怎麼放這一點 因為你為什麼會讓他更快 leton堂點幫你 等一下 你在爬起 哎 oud 今天的這邊藍白陣營他們要有一個算整合的一個會前會 你怎麼看在野在談整合的部分 那您是不是也認為說有做好這樣是一對一的一個對戰的一個準備 是對在野黨的活動我們是不變評論啦 不過每一場選舉通通都一樣 輸贏決定最大的關鍵是在自己 今天會不會有結論不管是柯侯派或是侯科派 謝謝 我先回答第一個今天的會議 剛剛已經講了不適合任何的前提嘛 那第二個我們主要是要討論民調跟辯論的方式 所以他不會在今天就有這個結論 因為你要比完才知道 我是要同意華總幹的這個講法 因為今天我們本來就是會前會 我們針對一些將來要會談的主題啊 交換意見 今天預計跟林國慶見面 然後明天要談談白河 是不是已經進入這個在野整合階段 會不會擔心呢 有這個堅持辯論跟民調的主戰派進行 會前的這個談判 可能會讓過去的主席也大 唯一指責來都希望 團結了在野的所有的力量 不管是哪一個黨籍甚至無黨無派 大家都可以團結起來做會 下架貪腐無能的民進黨 讓政黨輪替 希望有一個青年有效力 回復兩岸和平的領導人 領導的總統 現在每天都被國民黨勤了 要這個藍白河 那阿伯您聽出要做民調 他們又不願意整天說自己家大業大 泱泱大黨 那選舉是票多的贏啊 那所以其實我是希望您義無反顧拼一次 與其合倒不如看情況 也不一定要合 因為我支持您選到底 我的問題就是說 有一定要合嗎 非合不可嗎 謝謝 其實這樣啦 剛才那個是這樣啦 台灣有35%人當然是支持賴清德 可是有65%人是 反對那個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是這樣啦 今天如果我們是個內閣制的國家 這個都不是問題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一個內閣制的國家 而且還有一點啦 我們的總統選制 也不像法國 法國是選出來以後 如果沒有人單獨過半 就要有選票最高的兩個再投第二輪 要確定有一個人是過半以後 他代表一個過半的民意才當總統 我們台灣不是嘛 如果是三族選喔 應該有可能當選的只有38% 四族的人選喔 恐怕真的會掉到35%以下 所以這個 如果只有35%以下的人支持喔 然後就變成 就變成少數去統治多數 這的確是個問題啦 那 不過是這樣啦 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 你知道喔 所以一開始要說 比賽要有比賽規則嘛 民眾黨是可以跟大家合作 今天是這樣啦 所謂的藍白和的問題就是說 不然你講嘛 總要有個比賽規則嘛 你國民黨不可以說 我沒有比賽規則 但是我要合 奇怪 哪有這一回事了嗎 不然你國民黨你自己講 要怎麼 他們從來不提出比賽規則 我說好 你說你不提出 那我提出 比民調 贏的人當政 輸的人喔 就不要 輸的人可以自己選那個 推薦副總統 然後 再由這個 贏的人喔 來 綜合考量喔 對這個選舉 是不是 贏的機會最大 這是 聽起來就比較合理的 一個比賽規則嘛 如果你國民黨不同意 不然你講啊 你要怎麼比賽啊 你今天哪有說 欸我不要比民調 我要當政的 那 你乾脆說 你整話旁邊就好囉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民眾黨 可以跟每個人合作 民眾黨只希望說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這樣就好了 但是 所以我相信在這一段時間喔 大家會開始思考說 怎麼去做出 對台灣人民最好的決定